爱家 童谣 你到底不跟我说一声 是你前女友勒令我不得与你联系 你俩认识 我俩同一所大学的 她带我三姐 她妈是我老师 她前女友是我闺蜜 还有她 我有问你这么多吗 诚哥 这位就是 昨天发微博说被关在门外的 小姐姐吧 小姐姐 小姐姐可是职业学手里面 唯一的小姐姐 诚哥 你的小姐姐可以收一收了啊 对了 小姐姐 我叫梁生 YQCV的队长 我们战队就在隔壁 欢迎来蹭饭 好啊好啊 少拿吃的来腐化我们 有一个小胖就够了 对了 全国联赛前约一场 没问题啊 等我们新人到位 我就跟小瑞约 看来是找新外援了 什么位置 ABC 等着官宣吧 也是大新闻 谁啊 我不知道 童谣小姐姐 你就替我跟你闺蜜 说说好话吧 好歹把我从黑莓宅里 拉出来 哪怕告诉我 为什么分手也好 我只能告诉你 你前女友可是拒绝了 三个国外提供回来的 而你却只关注 直播玉丸给的多不多 孩子 上车 我的天 谁的选手都开这个吗 我对你这个不太好 因为我看着你 也在这个不太好 我看着你 是你要够的 你说的 我也是 我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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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看着你 我看着你 我看着你 你怎么看着你 我看着你 那是你 你怎么看着你 我看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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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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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光致了吗 给了它坐途来 它坐着 你看 mir fot适 给你一个人的肌肉 你看刚刚一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赞决赛的时候 小月说你也来了 是啊 跟我们住同一个酒店 是啊 四十六楼 是 不是 那天那个倔强奶子果然是你 不是我 倔强的不承认自己 又倔强的不承认的是你自己 不是 诚哥 你听我说 我那天不是够不着 是拿了太多东西沉手 所以才 倔强 我要开始讨厌你了 你看我胖吗 真帅 快点 诚哥 哪个好看 蓝色 我记得我刚说的是蓝色 直男的审美都是用来排除的 比如小胖 还买什么一次性买完 别跟耍杂技一样 你刚快挂架上 这不怪我 就剩下最后一双粉色 我刚刚好不容易拿下来的 结果你 原来那天在超市里面 把水偷偷藏起来的 就是你啊 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是那个偷水贼 什么偷水贼 是没写你名字了吗 那是我先看到 我先藏起来的 那也叫藏啊 那怎么不叫藏了 在超市里面藏的东西 你是小孩吗